Hola!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老师刘元毅。 很荣幸,在接下来的24讲中,我将陪伴大家走过快乐而有趣的西班牙语语音学习之旅。 有人说,西班牙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 确实是这样,西班牙语音调优美,节奏性强,极富音乐性,被称作是与上帝交流的语言。 语言呢,它是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户,我们可以看到大千的世界,能够看到语言背后的文化,与当地人进行近距离的交流。 我们啊,学好西班牙语之后,我们就可以去领略拉美国家三大史前文明的神秘。 我们都知道,拉美国家有三大著名的史前文明。 一个是玛雅文明,玛雅。 阿兹台克文明,阿斯迪卡。 和印加文明,因卡。 我们还能近距离的欣赏一场激情澎湃的弗拉门歌舞的表演,弗拉门哥。 弗拉门哥。 那么弗拉门哥呢,是西班牙的国粹之一。 还能与世界国际巨星进行近距离的接触。 比方说,这位足球巨星叫什么名字,我们大家都知道,叫梅西,Leo Messi。 Leo Messi。 还能去加勒比海滩上,晒晒日光浴。 最后呢,对很多女孩子来说,我们学好了西班牙语之后,也许能够更好地体会三毛笔下荡起回肠的爱情了。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西班牙语的地位。 西班牙语是世界第三大语言,从使用人口上说有四亿,那么仅次于汉语和英语。 那么,以其为母语的国家有21个,主要分布在欧洲的西班牙,非洲的赤道几内亚,拉丁美洲。 那么拉丁美洲呢,在这一块,拉丁美洲又包括北美洲的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沿岸的岛国, 比方说古巴,那么还有南美洲,南美洲的国家很多,有哥伦比亚,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智利,厄瓜多尔等等国家。 所以呢,我们从非常实际的角度来说,各位同学,如果学好了西班牙语,可以极大地增大自己的竞争力。 因为啊,现在我们国家和拉丁美洲,和西班牙,或者和这个赤道几内亚的这个交往啊,是非常密切的。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语言的这个特点哈。 西班牙语,它属于拉丁语族,使用的是拉丁字母。 与它同属拉丁语族的语言还有什么呢? 还有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等等。 所以,如果你学好了西班牙语,再学其他拉丁语族的这些语言的话,就更加的简单了。 非常好,对吧? 嗯,那么,它有多少个字母呢? 27个字母。 那么,大多数的字母都和英语字母是极其相似,相同的。 那么,但是比英语多了一个字母,我们待会儿会看到。 好了,我们呢,来看一看它的字母表,跟我来读一下,好吧。 A B C T D E F G H I J K K L L E E E M N N N O P CQRSTQVWXYZ 这就是全部的字母了 好,西班牙语呢,有五个原音字母,非常的简单 就是这五个,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 好,那么这是西班牙语的原音图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原音,它在口腔中的发音位置,以及舌位的高低是不同的 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集讲中会陆续谈到 好,西班牙语呢,有22个辅音字母 那么我们之前说的比英语多出的那一个字母,就是这个特殊的辅音字母 看着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 就像我们英语中学过的这个N,上面呢,画了一个小小的波折号 那么这个字母啊,是西班牙语特殊的字母,特有的字母 就连这个西班牙语推广机构,塞瓦提斯学院,那么也以这个字母作为标识 好的,再来看这两个复合字母,一个叫做切,一个叫做埃 但是呢,这两个复合字母呀,我们不把它归于辅音字母一类 所以当我们查字典的时候呢,切和辅音字母,せ,せ,归为一类 而,え也和辅音字母,elle,elle,归于一类 好的 我们再来看西班牙语字母,书写和发音的关系 首先呢,它的五个圆音字母和五个圆音音速是完全对应的 而辅音字母呀,和辅音音速之间的对应,有着较强的规律性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到听音写词,见词读音 这样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学好了24讲的语音课程之后呢 我们随便拿起一篇文章,我们就能够读了 甚至有人说,西语国家没有文盲 确实是这样啊,如果你掌握了一定的发音的规则的话 你只要听到这个单词的发音,你就能随手写出它的字母了 非常的简单,甚至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比英语更加的简单 好的 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西班牙语啊,一个字母有对应多种发音的现象 当然呢,也有一种发音对应多个字母的现象 那么,这一个规律呢,我们也会在今后的多讲中陆续谈到 好了,本讲到此结束 咱们下讲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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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